那第一题的部分是 请问你赞不赞成废除死刑 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不太赞成或是非常不赞成的一个 加总的一个比例是82.7% 意思也就是说呢 82.7%的受访的一个民众 他是不赞成废除死刑的 那赞成的一个比例 非常赞成还算赞成的一个加总 大概只有12% 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 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悬殊 有8成2的人受访者 他不赞成废除死刑 各位我们可以看到 次数分配里面 非常不赞成的有46.6% 不太赞成的有33.9% 那所以呢这两个加总 大概有80.5%的人 不赞成大法官 透过一些相关门槛的一个增加跟执行 等于实时废死 把80.5%的人不赞成这种做法 各位你可以看到 第十页的一个交叉分析 政党的一个部分 范律的一个政党的支持者 他都有77.1%的人 是反对废死的 那所以你可以从这整个数据来看的话 这个部分 废死这个议题 如果在野党持续聚焦在这个议题 对执政的民进党攻坚 有可能是民进党同温层的一个破口 82.7%的民众是反对废除死刑 基本上这个从国发会 我们在2001年 国发会第一次针对废死的民调 当时的民调就是81.1%的民众反对废死 从此之后 台湾大大小小的有关于死刑的民调 基本上都维持在八成以上反对废除死刑 所以这是一个很稳定的台湾的高度社会共识 在这边我们看到民调里面都非常的清楚 很明显 大家不同意 不同意这个废死的部分呢 是非常的高 而且它是跨党派 我觉得如果不愿意跟民意站在一起 那是天理难容 我们以这个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来看这几件事情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期待大法官 你们不要成为法将 我们的民众反弹起来 其实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这不是政党的问题 这是是非对错的问题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